如果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 来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毕业之后我们都工作了 很多矛盾都产生了 我觉得他经常把工作里的情绪 带到生活里来 我就挺不开心的呀 为什么他工作上的不愉快 要影响到我 毕业之后 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 现在总爱无理取闹 我刚刚毕业吧 平常他总觉得 我什么事情也不做 实际上他也什么事情都不做 今天来到这儿 就想知道我该不该跟他继续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怎么权衡工作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很迷茫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子呢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猪22岁来自江苏个体 女嘉宾小杂23岁来自福建模特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小片里说的最多的 就是毕业了我们都变了 过去是同学是吗 不是同学 但是一个学校的 现在女生觉得男生有哪些地方变了呢 就我们都不如社会都工作之后吧 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在意我的感受 你能说呢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我提早收工回来想给他做顿饭嘛 然后我忙完之后给他打个电话 他跟我说他在应酬 那应酬就应酬吧 我也不能不让他应酬呀 那就等他应酬结束 我说你早点回来 他说好 然后那天我等到12点多他才回来 你为什么12点多才回来啊 那顾客在我旁边吧 那我总归得陪完他吧 是吧 那你可以早一点回来呀 那总归我得办完事情才能回来吧 那你可以10点多 11点多你就可以回来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12点多 那么晚才回来 那你也没急着跟我讲嘛 是吧 我不是9点多跟你说了吗 9点多钟才跟我说啊 那我回到家就看见你 喝得醉醺醺的 还跟我发酒疯还是任何东西 你在外面喝酒 我一个人在家喝点酒还不行了吗 喝点酒 为什么我回来你就要发酒疯呢 谁发酒疯啊 你没发酒疯吗 还摔摔被子 我一个人在家等你那么久 心情肯定不好啊 那我回来对你发发脾气怎么了 那你好啊 说吧 你为什么要摔被子呢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等你那么久呀 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老是无理取闹 行 死循环 当天晚上杯子摔了之后 发烧了什么 就吵啊 吵完之后 吵了之后就冷战了三天 他老是因为客户的时候 跟我吵架 还有一次嘛 我跟他本来约好了嘛 晚上去吃海底捞 后来我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嘛 他说跟我一个合同要签 那我得去吧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 他也同意了 然后后来因为合同 切的细节有点多嘛 十一年左右才回家 回去的时候 我本来还想带他去吃点好吃的是吧 没想到他回去之后 把那个脸 我们吃饭是五六点的事情 你十一点多回来 你吃夜宵呢 那怎么办 我不是说嘛 我工作性质这样 一样呢 你还是不能早点回来 你能不能顾及一点我的感受呀 我已经很顾及 我不是回来了嘛 我虽然很累了 但是我还想带你去吃啊 十一点多了 你吃什么呢 我吃的是晚饭 不是吃夜宵 那海底捞到还没关门嘛 那我都要睡觉了 你回来 你带我出去吃 有什么意思呀 我问你 那我要工作吗 我说让你不要工作吗 那那天本来吃饭 首先是我们先约好了吧 不是客户先约你的吧 那我也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没说不让你去啊 行 别吵了啊 吵其实没有意义 他老是客户客户嘛 让我等也就算了 那有一次呢 我们两个人在家里 好好的吧 然后他突然间接个客户的电话 好像跟客户吵架了吧 挂掉电话对我就数落一番 说你这也不干啊 那也不干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你在客户那受气 为什么要把气撒在我身上呀 你当我出气痛啊 首先我没有骂他是吧 我只是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稍微大声了一点讲话 我没有骂你吧 你那是稍微大声点骂你 那就是凶我好不好 那我没有骂你啊但是 我不像你 不像你就喜欢摔东西 还有别的吗 姑娘觉得她冷落你 不是 她老说我工作嘛 那有一次嘛 她在工作嘛 我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我去看她 然后结果跑到那边啊 看见她跟一个男的 在打琴马俏一样 什么打琴马俏 气得我当场就走了 不是打琴马俏 不叫打琴 你吹她一拳 她吹一拳不叫打琴马俏 这不就是同事之间 开开玩笑吗 我们又没牵手又没拥抱 我们怎么就打琴马俏了呀 同事之间开开玩笑啊 阿姨 那你旁边的人怎么不开玩笑 对你们俩开玩笑呢 所有人都得跟着我们 一起开玩笑吗 她开个玩笑 确实没有做什么 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们俩啥也没干 她非要去也成这个意思 那我有什么办法 明明什么都没有 是就跟男同事之间 有点身体的接触 不是就是我拍了她一下 她拍了我一下 我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开玩笑呀 就没有什么呀 就还有 她还有呢 还有呢 对 另外一个搭档 晚上回去嘛 不是工作时间 她还跟她竟然聊天 你看 聊出火话来了 我们聊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你跟客户 难道下了半分 我就不聊了吗 我的客户都是男客户 大部分都是 那我这个工作性质 我没办法 我需要面对的是异性 我总不能跟她说 你给我去换换成女的吧 那你可以避免一下吗 那我聊工作上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呀 都聊出火话来了 聊出火话 能说明我们那段世界 合作得比较频繁而已 并没有什么呀 也没有聊什么呀 就QQ上的火话 就QQ聊天 你们火话 还是没走 就我跟她 就QQ上的那段火话 就是聊天很频繁的话 就会有火话 就是用到一定时候的 就闪火花是那意思吧 对对对 我就跟她有火话 你跟她有 她跟那个男的还有 现在没有了 就之前那段时间有 就那时候聊的不是比较多吗 但聊都是工作上的事 那个男的还约她吃饭 她说有些事情要面聊 主要因为她是我搭档 我不好意思 那我不让你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 你总不听我话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跟客户陪吃饭 我跟她就陪吃饭 吃得有点勤嘛你们 次数有点多吧 多吗 就几次呀 那你跟客户吃饭次数少了吗 不是 在多长时间内吃了几次 我那是没办法 一个月就三四次嘛 她还跟她看的是电影的 还看电影了 就那一次 你说正常男女朋友才看电影吗 她还跟她去看电影 就那一次我们吃完饭 她没没知道她有男朋友 还约她 就那一次我们吃完饭 她还去你知道 吃完饭之后 然后她叫我看电影 然后第二天要合作吗 我不是不好意思拒绝吗 然后我就去了 而且我跟她说 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的 我跟她说了 我跟你说了嘛 我确实看完电影就回来了 我也没干啥呀 再说了 她知道我有对象 而且那男的对我又没啥 没啥 对呀 正常人都看得出对她有意思 她还没啥 那是他们男生的想法 我觉得就没有啥 她总是误解 我就跟其他人的关系 这电影也看了 饭也吃了 后来这事你们怎么了结的 怎么做得了断 就没有了结 就这样了 就放在这儿了 是吧 对 就矛盾越来越多 你说工作上事情 也就算了吧 她生活中一点浪漫都不多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 要过个纪念日嘛 然后我想说 在家里布置一下 我就弄了点小点心 布置一下浪漫一点 我都搞差不多了 她回来一句话 我们出去吃吧 别搞这些 有的没的了 那我搞这些 你当我白费的呀 你就 我觉得吧 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干什么 还不如出去吃一顿 你说是不是 可是我都搞得差不多了呀 这么多星期 你都当我白花了 她也没做好嘛 是吧 那你是觉得我做的不好吃 不就这意思吗 说实话 确实有点难吃 那 但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我想就出去过嘛 你这难吃 你也不能说呀 就是没说啊 没说 你刚才可不是说了吧 不是 现在说了嘛 到处没说嘛 就算我做的是不那么好吃 那你 我做的做了 你好歹吃点也得走吧 你就这样说 这些出去吃 你当我白做的呀 后来呢 就这事发展到极端的 是怎么处理的呢 今天是根本没过 就没过了 没过 就生气 今天没过了 我想出去吃嘛 多方便嘛 他非要出去 我非要在家里 那就不过了呗 过什么呀 你说他让我不要 整这些坏里胡哨的嘛 不要在家里做饭啥的 那不做就不做嘛 那有一天下班回家 我刚到家没多久 我在沙发上谈了火嘛 然后他一回来就说 怎么那也不做 这也不做 就指使我叫我去做饭 叫我去拖地 叫我干这干那的 那凭什么 谁下班回来不累啊 为什么这样 说我去拖地 然后我去拖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真的这个不会 还是其实你是依赖的 我是真的不会 我真的不会用导航 哪有人不会用导航呢 你说是吧 我真的不会用导航 而且我觉得男生 把女生做些这些 又不是多难的事情 帮帮我怎么 他就觉得这种理所应当的 不是说理所应当 那你帮帮我怎么 那不是是个意思吗 那你帮帮我怎么 那我每次都帮你的 偶偶一次 让你自己存在一下不行吗 那你那是理态度好一点呀 你那么准备的跟我说 那你离开我就不行了 不能做吗 女生给回答一下就问 我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你得证实 因为你刚才说 男生不就是给女生 干这个的吗 那你要离开了他呢 我可能会自己学吧 那不如现在就自己学 现在跟他在一起 觉得累吗 有点累 烦吗 烦 烦的理由 都是因为工作很忙 是吧 他不理解你是吧 他不理解我工作 那你觉得他工作有压力吗 我觉得他工作没有任何压力 为什么 你看 他觉得我工作没有任何压力 你有什么压力呢 那只是他看到的 我看他下班挺早的 那每次下班时间不一样 只是说有的时候 我时间会比较短 但是压力谁都有的呀 谁的工作会没有压力 他永远看不到 这里头 其实大家深想一个问题 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样的场景 在每一对恋人当中都会出现 可能有人说是因为我工作忙 有人说可能因为我学业忙 有人说我可能因为其他的忙 而忽略了你 在这段情感的争执背后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当爱情成为你们两个人的 一个负担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段感情特别累 从校园步入到社会之后的不是 需要恋人之间同舟共济 可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完全是变成了一种 抬杠式的谈恋爱 先来说男生 工作当中的情绪 一定不要带给恋人 你工作当中会有不顺心 会有不如意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情绪 传到恋人的身上的时候 就会造成两个人共同不开心 而且你刚才说一句话 你说你的工作 有什么压力啊 那你明显就是瞧不起他的工作咯 瞧不起他的工作 意味着你就瞧不起他这个人 然后你又说 你就不能学会独立一点吗 你什么事都要依赖我 我告诉你哦 当他真的学会独立那一天 就是他不再需要你的那一天 当女生真的意识到 我要好好想想 我是否离得开你的时候 那离一离开你这一天就不远了 对女生来说 先说一点 刚才我们在讨论 男女单独看电影这件事情 有的人会觉得他会有一点暧昧的感觉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就是正常看一场电影 但这个取决于谁 取决于你的恋人 如果他觉得这个就是有暧昧的感觉在 那就坚决不可以去看 如果他觉得没关系哦 那就可以去看 这就要看对方的感受 在于独立不独立这件事情 男生照顾女生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也有人说 那男的就应该多照顾女生 但我们女生不能以此为一个由头 就大言不惭地说 你就必须照顾我 你想想要是真的离开他 你还真不会用导航了 不可能啊 对吧 所以先让自己独立起来 别人才会看得起你 好吗 谢谢 通常在校园里的恋情 是相对来说很单纯的 因为校园一堵围墙 其实围住了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 所以说当校园的恋情 步入到社会之后 我建议要做两个重新 第一个 重新地去认识对方 也说当你一下面临到社会上 种种的不适以及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身上一定会暴露出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男生以前 还是应该蛮浪漫的人 或者很体贴的 可是现在呢 动不动就是 我客户那边受气了 你就得必须承受我的发泄 仿佛变了一个人 同样女生呢 就比如说那个 在QQ上聊出火花的 那个男同事 和他一起频繁地吃饭 甚至于一起去看了电影 这些都是男生所不能认可的 但是你做了 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 过去那一段恋情当中 去吃老本 你要问问自己 现在这个人 你是否还喜欢 现在他已经面临了工作压力 面临了外在的诱惑 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他这个人是有变化 这个人还能打动你吗 如果能的话 好 第二个重新 重新谈恋爱 如果你真的抱着 重新谈恋爱的一种角度 去想的话 你还能那么忽视他的感受吗 你还能背着你的男朋友 去和别人看电影吗 恋爱我们需要什么呢 浪漫 体贴 包容 对不对 这种细节你们现在还有吗 没有 所以说如果真是你们珍惜 那曾经的初心的话 重新审视对方 问问自己 愿不愿意跟他再往下走 如果愿意 我们重新开始一场恋爱 好不好 就这样 其实我不觉得 在感情当中 会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而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 你看寂寞的时候 谈场恋爱 来填补自己的寂寞 但是当彼此都忙于工作的时候 请你不要来烦我 这是不是实用主义 当你成为我的爱人之后 你做什么 都是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实用主义态度 只要你成为了我的爱人 所以你就理所应当应该受委屈 我可以去看电影 因为你是我爱人 你所灵当应该理解我 要不然我要你 我可以去看电影 2003年 我可以去看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工作之后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 就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但我就希望你还是能回到以前 不然的话我们的感情可能真的走不下去了 其实爸 你现在也工作了嘛 你也知道工作很麻烦嘛 所以你也要为我考虑考虑 如果你在这么无理取闹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走不下去了 虽然听着着急 但你知道也不能以处而就地完成 如果有一天你在外面受了累 受了委屈 你真的可以放松地趴在他肩膀哭的时候 你们的情感就真的牢固了 所以还得磨 急也急不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喝知识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来 来 女生先讲讲吧 这个物件是什么呀 里面藏着什么记忆啊 是一个她曾经送给我的一个暖手宝 她知道我以前就是工作会比较怕冷嘛 然后就给我送一个暖手宝 我觉得她以前就是这个举动会让我很暖心 但她现在让我很寒心 如果她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那我只能把暖手宝还给你 我们的感情也就这样了 你那些啥呀 我这是一对情侣杯 从家里带过来的 她不是以前老跟我吵架吗 就是摔杯子 然后我把家里的那个杯子 全部换成摔不碎的 杯子现在摔不碎了吗 但是如果你在这样子的话 我们感情有可能真的会碎的 好 谢谢你们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古方鲜红糖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鲜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 我们看这对年轻的情侣 会做怎样的选择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吧 来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请问 谢谢你们 希望他们能够开心 好好珍惜吧 爱不容易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面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尤其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衣被试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朋友认识四个月了 刚开始还很好 过着过着我们俩就经常吵架 她说我小气吝啬 我感觉她不知道我自己的难处 我父母反对我和她来往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她 现在呢 我们俩又闹分 她不知道你的难处 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两个人在一起只有沟通 才能相互彼此了解呀 没有人是从一开始就懂你的 祝你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持伊贝斯灌瓶波 除了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古方献红堂 谢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